哈囉 我是大溫基老師 這次兩個屏幕指明了我 造成填海面積縮小的主因為何 因為我看到答案是B 填海照路 我就想了蠻久的 那你可以進行這條查詢 最後我的結果 結論還是 A 河水被解流 因為填海照路它是屬於填海紳士 在增加土地的方法之一 所以填海不是填海城市 它本身是內地形的湖泊 所以它不太需要行填海照路 那現在看到就是 20世紀1989年左右的時候的填海 那右邊的話就是 2018年2090就是現今的填海 那填海的水會變這麼少的原因 主要是流入兩條 兩條流入填海的水 一個叫阿姆河 一個叫希爾河 那這兩條河主要是因為灌溉農田 因為他們這邊種植了很多的棉花田 那他們都是使用這兩條河的水 所以當這兩條河的水 流入填海非常少 那加上填海的溫度很高 水蒸發很快 蒸發速度一直大於流入的那個水量 所以潛海才會造成現在這樣水位慢慢的減少 所以大概會有 2020年潛海會完全乾固的問題 所以最後的結論一樣是A 2條河的河水 2條河的河水 阿姆河 希爾河的水 被潔流 因為拿去灌溉棉花田的嘛 所以答案是A 希望這次的 屏幕有幫到你 那既然答案是B 填海遭遭的話 我覺得還要再去請教一下 是不是寫錯了 好